欢迎来到Lumi,我是Michael 这次淘金之旅的视频呢 其实是在去年 就是2020年的8月底到9月就已经录好了 一直拖拖拖,没有进行编辑 这次终于把它编好了 北美的淘金热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吧 这次我跟Lulu重新走了 当年BC省1858年到1862年的淘金路线 全程700多公里 在这一路上我跟Lulu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 当年留下来的淘金的历史遗迹 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BC省中北部 那广袤的自然风光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发现了很多 当年真的是第一批来到加拿大的中国人的 留下来的痕迹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这段旅程的前半段 我们打算先开车一路北上 重走19世纪的淘金路线 当年在温哥华的飞沙河谷旁边 有人发现了黄金 掀起了一股浓浓的淘金热 我们现在所在的Home小镇 就是当年淘金路线的起点 我们出发吧 我们现在开着车沿着一号路向北行驶 一号路是沿着当年淘金的飞沙河修建的 不过现在使用这条路的车辆已经不多了 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在它旁边 更快更新的五号高速公路 也正因为是这样 很多当年淘金热食的历史 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离开了Hope 我们首先来到了Yau 耶鲁小镇 由于淘金热 耶鲁小镇从当时一个非常沉寂的小镇 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小镇 也因此成为了当时不列颠帝国 也就是现今英国的殖民地 我看这上面的历史说 1858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Edward Hill的人 他在这个耶鲁镇下游的飞沙河水域 旁边的历史层里发现了黄金 当地的官员知道后 想把这个信息给掩盖下去 因为他们害怕扰乱当时本地的批草贸易 不过这个消息最后还是走漏了 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都分用到这个小镇来参与淘金 短短数月之内 这个小镇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让这个小镇变得超级的繁华 在当时淘金热的时候 这个小镇的人口曾超过三万人 比当时温哥华的人口还多 是北美西北部仅次于旧金山的大城市 不过现在这个耶鲁小镇只有区区不到两百人 我们现在离开了当时发现黄金的耶鲁小镇 继续往北 再往前走就会到达我们今天淘金路线的第二站 Old Alexander Bridge 这个桥是当年淘金热时最重要的 贸易桥梁 这座九十米长的钢筋桥 在当时一八六几年刚建成的时候 被称作为第八大世界奇迹 哎呀 这个桥真的好棒 站在桥看飞沙河真的好壮观 我刚才听另外一个小男孩说 说这个桥整个都是用这个铁做的 只有用了一个木头 还是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壮举啊 包子 这个桥走得怎么样啊 爸 我说 桥根本走啊没走 刚走一下脚插进去了 哎 坑爹 我们现在离开Alexandra Bridge 继续沿着淘金路线往北走 好 哇 太平铁路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小镇呢 叫做North Bend 刚刚我们路过的那个叫Bossom Bar 这两个小镇呢 都是在淘金热的时候非常火的小镇 现在呢就是看起来非常有历史的感觉 他们都在这个太平洋铁道的旁边 我们在这个Bossom Bar这个小镇 看到了这个地图 反映这个飞沙和旁边这个峡谷的 我们已经从这个淘金热小镇一路 已经现在到达这个位置了 大家看 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淘金路线上的下一站 就是一个叫做Litten的小镇了 这个小镇呢 它是在这个飞沙河和这个Thompson河两河的交汇处 这个房子很漂亮 在这个Litten小镇竟然还有一个华人历史博物馆 我们进去看看吧 你看这个 这个Litten还是蛮有特色的哦 刚才我们在这个博物馆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博物馆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关于当年第一期中国移民来加拿的历史 其实早在19世纪 已经由主要两批中国移民 从广东省一直到加拿来 第一期呢是早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 他们这些人呢 之前已经去过美国家中 当听到在B省省发现黄金的消息 他们就纷纷来到B省省参与淘金 第二期移民呢 他们主要是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来到加拿 主要是参与当时加拿太平洋铁路的建设 那个时候建设太平洋铁路大概有9000多个公务人 其中四分之三的公务人都是来到的四广东省的中国 可见中国人为这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真的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好多的火车 他们现在仍然使用着当年建成的太平洋铁路 我们在Linton小镇还发现了这样一个石碑 有谁知道上面刻的是什么 快看 这里就是这个飞沙河和汤姆森河的交汇处 左边那个浅绿色的像奶油一样的那个就是飞沙河 右边这个墨绿颜色的这个就是汤姆森河 这两条河在这里交互在一起 变成一条河缓缓地向前流淌 真的很特别啊 我不得不说 整个这个淘新路线公路旁边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在我强烈的要求下 Michael才停下来 我真的好想就在这里不走了 就看着这眼前一片美景 这火车 真的是太陶醉了 到这边我们这次的淘气路线 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然后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什么让人震撼的人文景观 也没有很商业化的旅游景点 或者是很完善的配套设施 不过对我来讲 我还真的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就是来看它这种原始的 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样子 体验这种感觉 我感觉这里面的风光 就特别像 那个北美西部牛仔电影里面的 那种感觉 还是很有味道的 好了下期我们继续 我们的淘金之旅 下期再见啦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